《神的不信》 我有一个神经上的经文 我觉得有时候理解的不太好 就是约翰飞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但是往后去的经文明显看到 把信的不信的飞开了 还有就是在约翰语史上说 《神就是爱》 但有祈祷住在神里的和住在神外的 住在神里的就是 我觉得如何协调一起 你一定要明白 神的爱也是有主权性的爱 你不能拿走神的主权来讲爱 因为在永恒的时光里面 在永恒的时光里面 有永远不会悔改的天使 也有永远不会悔改的人 他们尽到永死 那上帝认评 但也有永远遵循神的天使 也永远爱主信从神的 他们得到永生 那么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永生 甚至也可以这样讲 永远跟主在一起 生跟死的意思你要明白 生的意思就是 永远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 能够看见神的 死的永远跟生命的源头隔离的 然后在自己的罪 罪的刑罚里面永远活着的地狱 所以神爱世人 对不对 神向世人显出他的救恩了 但是神也自己知道 在他的主权里面 他的预知也预定里面已经知道了 有一些人是绝对不会悔改的 所以不悔改的就是不信的 但是也有信的 信他的人得永生 不知灭亡 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定了 对不对 三章十七节是这样 不信的罪已经被定了 就是他们遭受的 不是上帝叫他们去死 他们遭受的是因为自己的犯罪 他们本来就生在罪 也一生就是犯罪 然后不接受救赎 所以他们去到他们应该要还这个罪的代价的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是 那么这个主权性的爱 你听啊 那你说主权性的爱 听了太残酷了 听了太残酷了 那么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跟你讲 如果上帝 把永远不会悔改的人 但是因为太残酷了 怕他们太痛苦了 把他们放到永远的天国去 然后跟我们这些已经悔改的人永远在一起 这个有罪不悔改的人 跟已经悔改的人在一起 好像你让强盗啊 你太残酷强盗在路上这些生活做乞丐了 把他们带到你的家去 跟你的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 你是爱吗 绝对不是爱 对不对 所以我用这个比喻 你会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上帝一定要把邪恶 放在永远的黑暗里面去 跟光要隔开 因为他是公义 他是慈爱的 他是爱的 他决定要爱的 也是那群悔改的人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那些进到地狱里的人 整个的心思是怎样 进到地狱的人 并不是他们进到地狱之后 上帝我悔改了 请你救我 没有 他们没有悔改 他们也不能悔改 因为他们本不属于神 他们属他们的父魔鬼 但是他们也不想进到地狱 没有一个人进到地狱是想进到地狱的 但是很奇怪 在那个痛苦里面 他们也不能认这位神 不能降服于这位神 不信主的人也复活 不信主的也复活 都复活 站在神的面前 大宝座面前的时候 有一群人是活人 有一群人是死人 死人是什么 跟生命隔绝的死人 也就是活人 跟永生有关系的 然后 我顺便讲这句话 讲到最后 然后上帝说 信他的人得永生 这句话很重要 有些人问 那会不会我们又上去天堂的时候 又来一棵树出来 神说不可吃 但是我又吃了 历史重演 又来了 又堕落了 不会 不会再发生 因为神是永生 永生的意思 不是在永远活着的意思 你永远不会跟生命隔绝 所以在天上 你永远会被保守的 你永远会被保守的 永远不会掉入罪里面 你虽然有自由意志 但是你只会选好的 荣耀的 赞美上帝的 绝对不会违背他的 永远被保守 阿们 阿们 所以现在这个历史是很重要的 这个人类历史 救赎历史 其实这个背后是等着 那永永远远的 那个事情 然后永远做新事的 没有一天是一样的 每天每天 生命树 天天吃 不一样的 你经历的荣耀 有些人说天上有什么好 如果天天在那边睡觉 我宁愿在这个地上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还不明白 永远有新事 所以那时候 那事情现在讲 你们也听不懂 所以圣经不多讲 就后面二十亿章 永远的新事 到那时候你才懂 我也不懂 懂的话我就告诉你了 我就不在这地上了 OK 所以我只能讲到这边了